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很心累 觉得人生没有了希望 不管自己多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 很累的时候总想找人倾诉 希望有人理解自己 安慰自己 可是 你越喜欢找人倾诉 越感觉很累 别人会把你的话当成谈资 以此来评价你 不怀好意的人还会窃息 会算计你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都是悄无声息的 不敢声张 怕他人嘲笑 不敢歇斯底里 是因为我们是成年人 没有人惯着 成年人的愈合也是默默进行的 关上灯 把自己裹进被子里 静静地闭上眼睛 任泪水滑落 而后悄然入睡 第二天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 化上淡妆 面对镜子给自己一个微笑 告诉自己 我很好 百度人中写道 如果命运是一条孤独的河流 谁会是你的灵魂 百度人 事实上 你唯有自度 自己的心情自己最懂 自己的经历自己承担后果 不管你遇到了谁 有谁帮助过你 后来的路还是要靠自己走下去 如果你累了 也不要找人诉苦 要学会自度 如果你真的很累 那就好好休息 养足精神 如果你想哭 就自己躲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 哭出来吧 然后自己擦干眼泪 露出笑脸 如果你很烦恼 那就一个人独处 感受独处的力量 一 你向别人诉苦 别人不会同情你 反而会笑话你 安静昨天联系到我 他说 为什么有的朋友会把我的痛苦 当成一个笑话来讲 安静前段时间失恋了 爱了六年的女朋友 去了另一座城市 和新的男朋友在一起了 安静很痛苦 觉得自己做人太失败了 曾经和女朋友一起商议买房子 买车子 一起去远方看风景 还说今年年底就结婚 但是安静太穷了 买不起房子 也没有创业成功 女朋友厌倦了穷苦的日子 就全然离开了 连再见都没有说 安静把自己内心的苦和同事阿黎说了 他希望同事可以理解他说几句安慰的话 安静向同事阿黎诉苦的时候 阿黎一直认真的听着 让安静误以为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但是隔了几天 整个单位的人都在 一论安静被女朋友甩了的事情 说得津津有味 在同事们看来 安静失去了爱情 是自找的苦果 是自己不够争气 还有人说像他这样的人 谁和他在一起都是倒霉 毫无上进之心也没有家底 这样的话就像一把利剑 深深地刺痛了安静的心灵 我对安静说 你以后要学会闭嘴 越是苦日子 越要自己慢慢熬 作为一个不让人看笑话的人 当你熬过苦日子 一定会有豁然开朗的 轻松和自由 一个人很累的时候 心里就像装满了黄连 一肚子的苦水 想要倾倒出来 但是你不要诉苦 不要因为倾诉 给别人抓住了笑柄 你要提高扛苦的能力 让心灵慢慢地脱离苦海 就像大海上的一片孤帆 慢慢射向阳光 二 你的每一次倾诉 只是在揭露你自己的伤疤 你倾诉的时候 有人往你的伤口上撒盐 你信不信 当你很累的时候 是人生最虚弱的时候 失去了抵抗力 这时候如果有人利用你 那么就会让你雪上加霜 我的同学周伟 因为做柑橘生意 亏了五十多万 他把债主找上门来 两个月都不敢回家 他辗转到了东莞 找到自己的表弟周村 希望周村给他找一份工作 当然他把自己最近的情况 都和周村说了 心里的苦一股脑地倒出来 周村在东莞开了家 家具店 就安排周伟做新杂工 但是到了月底 周伟一分钱工资也没有拿到 周村说 你都这样了 能够在我这里待下去 管饭吃就不错了 一句话 就像一把盐 撒在了周伟的伤疤上 前天下午 周伟打电话给我 我都负债累累了 活得好累 以后该怎么办 我说你应该在东莞 找一份先样点的工作 并且不要向任何人 倾诉你的过去 从此 人生冲头来过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当一个人很累的时候 如果天天诉苦 那么人生就会充满了负能量 你总是带着负面情绪工作 是不会改变人生的 最可怕的是 你最落魄的时候 还有人借机会利用你 把你当猴耍 每一次倾诉都是 揭开自己过去的伤疤 让伤疤无法真正愈合 你应该慢慢地忘记 人生的伤疤 让伤疤变成生命中 最坚硬的地方 喜喜落落都是人生城市 人在低谷 肯定很累 但是你要爬起来 继续前进 才会找到出口 三 打开朋友圈 也许你连一个 可以真心倾诉的人 都找不到 当你很累的时候 如果不愿意和身边的人说 那么就想和网络里的人说 可是你打开朋友圈 发现好友上百个 但不知道谁是可以 说真心话的人 很多微信好友 如果你没有背注的话 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特别是那些 设置了朋友圈 三天可见的人 每一次打开他的朋友圈 都是一片空白 觉得这样的好友可有可无 其实你的生命里 也许有懂你的人 但是懂你的人 不需要你找他诉苦 他都理解你 都会陪着你 鼓励你 如果你天天诉苦 反而让人觉得你是 烂泥巴 抚不上墙 会令人厌恶 既然找不到 倾诉的对象 你就别找了 不要想到 谁都可以成为你的知己 也不要想谁 拉你一把 你把心中的疲惫 当成是一种 疗伤的药 等疲惫感消失了 也就要到病除 四 生活中都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烦恼 各种各样的 不顺心的事 各种各样的挫折 当遇到这些 烦心事实 如果找不到 倾诉人 那也不要憋在心里 憋久了 会出现抑郁 严重的还会 走向极端 这时候 你必须要 释放出自己 方式有很多 总能够有一个 方式适合你 一 跑步 每次遇到 烦心事实 如果找不到一个 可以倾诉的人 你可以通过跑步来发现 发现完了 心情自然 就好了 记住 如果你找不到 倾诉人 那么可以通过 跑步来释放自己 跑到你累了为止 二 散步 你可以在早晨或夜晚 出去散散步 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 看看外面的环境 心情会好很多 三 看电影 你可以选择看喜剧 里面哪些内容搞笑 你也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也可以选择看励志电影 看看他们的经历 看看他们是如何面对的 四 转移注意力 你一直想着这事 你就会一直烦恼 相反 你想一些开心的事 就会很开心 五 大声地喊出来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大声地喊出来 喊出来后 哭出来就好了 需要帮助时 如果没人帮你的话 那就自己解决 不依赖别人 演员涛红说 我的安全感 全部建立在 我的幸福成功上面 都是自己给的 你也应该这样 一点一滴的幸福 都靠自己创造 虽然不够成功 但你会活得越来 越独立 自由 没有什么事 是一个人解决不了的 也没有什么坎 是一个人迈不过来的 相信自己 就一定能够做得到 能克服所有困难 人生风雨路 即使没有人与你同行 你也要一个人精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